原来大家都在开玩笑 只有中国认真了 相信大家都看过这张航天计划图 看着这一个个宏伟的计划 当年可都是雄心壮志 没想到最后大家都是闹着玩 只有中国在玩真的 甚至今天咱们的神舟十二都上天了 他们当年的承诺还停留在纸上 那为什么中国航天跟别人不一样 这就很有意思 大家都知道航天是个很烧强 而且短期内看不到回报的事 像美国当年的阿波罗计划就花了240亿美金 相当于现在的1100亿美金 就这数字 你GDP排行全球20名开外的国家 基本就可以洗洗碎了 你小国肯定是玩不起 但这几个大国难道没有这个实力吗 像美国这种财大气出的肯定是有的 2019年军费都7000亿美金了 可是为啥他们没有落实当年的承诺呢 这就是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简单来说就是利益驱动的问题 现在再让美国倾尽全力去搞航天是不可能的了 毕竟空间站也有了 登月也登过了 基本上靠吃老本都能摔很多国家好几条街了 还努力啥呀 而我们不一样 我们属于是追赶者 所以我们的步伐非常的稳健 而且从成本上来说 我国的航天可以说是非常的省钱 嫦娥一号大家都知道吧 中国的首次探月工程 2007年嫦娥一号发射成功 并且绕月球飞行了一年半 给咱们船回来了海量的数据 那这项工程花费了多少钱呢 答案是14亿人民币 而后的嫦娥二号更是只花费了9亿人民币 就这个成本管控 那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 为啥中国能把航天完成白菜价 这里就离不开我们广大科研人员和国家院所的默默付出 拿着并不算高的薪资 做着最伟大的事 那么视频的最后 周周也想说 对于航天我们短期内是看不到回报 但是太空就是一块全新的领地 我们不去 别人就会占领 更多科技故事 关注科技周周 讲故事